聽說話 為心世界 咱家的風水 其養的力愛 丙集皮 丙集 Höésus 振曉 reaching 好不好?老子說好,因為東海龍王,他說水我都在管了嘛,我一到,你知道怎麼辦? 他沒有想到,回骨子他漲天地盤,天地之間水也在他漲中,結果時間到了,沒有下雨,也沒有了。 然後,東海龍王,他就麻煩斷掉了,但是去求異地,擾了他一命,擾了他一命。 那麼,老子,好了好了,說你不知道,我是漲天地盤的,天地之間都在我漲中的,我怎麼不知道? 因為,各位,吳智天師,我們叫各位的藝經,掛中,裡面有沒有書?有沒有文字?沒有。 所以老子,回骨子他是漲吳智天師嘛,所以天地之間都在他漲中啊。 怎麼都蜜蜜嗎?所以東海龍王,他還不了解啊。 後來,他龍王,他還住人,還要在修行。 那麼我們今天,在東海龍王,他所開的大殿堂,現在東海龍王,他已經有大神通力。 每次我們需要水的時候,他慈悲,我說東海龍王,幫幫忙嗎?我們哪裡要水啦? 好啦,我雨神,雨水神,跟你作伴好了。所以我們走到哪裡呢? 要騎魚,到澳洲,一百年來沒有魚,我一個人去答應,好啦,要魚就給你。 沒有想到魚做了很大,下雨下那麼大,漢象解除,結果換我們台灣,一個偉大的團體, 實際供奴會去救救他們。澳洲的時候,買衣服去給他們穿,那可見多麼妙。 到施路,施路咧,也沒有魚。好了,老主開始,當然要下雨了,給他們改變氣候,結果下雨下了三四百公里。 本來一年十七公里,結果換成,下了一百,三四百公里。你看,這個也是東海龍王,他的慈悲。 好,華,海,裡面就有水,什麼叫慧海,智慧之海。 所以慧海就是我們中華文化。 那麼,在東海,日是一點,東邊一點紅,日是為,為東,東為日,水就是水。 好,就水火寄寄,水火寄寄。 那麼,今天我們成立南天文化院,南天文化也是智慧,也是水火寄寄。 那我們就請楊吉東校長呢,倒駕此行,因為他學校有好幾個院。 那麼,現在這個院呢,是南天玉房大地直俠的。此院揮皮世間之願。 好,我們就請楊校長來擔任共轉法輪。大家以肉類的掌聲,來歡迎楊校長。 師父,各位同修,阿彌陀佛。我一生中有很多的感動。我七歲,我父親過世。 在台南的鄉下,我母親把我們拉拔長大。 我在開始念書,一直到在大學教書。 我想,我得過好幾位真正的教育家。老師們,給我的教導,給我的提席。 在他們身上,不單是所謂的知識的獲得,更是在行事工作上。 我也很感動。 當我成家,我也很感動。我一個很好的家。 當我在工作告一個段落。我六十歲,在國立的大專院校退休。 六十五歲,在私立的大專院校退休。 師父,師父經常,尤其是最近,常常給我很多的提示。 各位,今天在場,我在做。 我也非常感動。我曾經在工作當中,大概在學術界,在行政界。 各位可以想得到的榮譽,我都得過。 我很努力地工作,讓我能夠真正打從心理上尊敬佩服。 我去年也在這個場合講過。 真正能夠把中華文化,把中華民主,把我們整個這個大的環境, 不只是放在口中,講得出來。 而且是一直在帶領著我們大家,能夠做得出來。 而且是做得那麼具體,讓我能夠佩服的人。 坦白說,我對政治環境上的一些人物,我並沒有太看上眼。 我甚至還常常請師傅,說他們這些政治人物,如果是感念你的理念,尊敬你的理念來親近你。 你可不可以告訴他們,你就學我的一點點就好了。 學我去明報物語,學我去照顧這些老百姓,學我去好好地為大家真正的磨福利。 那我想今天借這個場合,我要特別再度地表示對師傅的尊敬。 約金是大學,大學在約金。 我喜歡旅遊。 我跟黃教授我們到過世界很多地方,去走過。 到加拿大,各位看的是貝斯省,看的是洛基山。 到北海道,可能各位看的是薰衣草。 另外還有一個,所謂的鮭魚的整個鮭魚館,生態館。 我每次常常會特別體會, 鮭魚他們在每年的秋天, 從小小地浮出來的小魚, 至上他們大概, 魚暖大概只有20%能夠浮得出來。 大概75%能夠存活。 然後在河,在湖,大概留了半年的時間。 然後呢是隨著到第二年, 隨著這個雪溶掉以後,衝到外海裡頭去。 他們的時間大概是要兩年到五年。 然後再變成為所謂成語, 就像我們成人一樣成語。 成語部呢以後呢,他們就回流。 回流呢,他們每天大概要游大概30公里。 他們到了這個,回到哪裡去? 就回到他們的原點。 回到他們原來出生兒, 隨著雪水衝出去的那個地方。 到現在,生物學家一直不可結。 他們怎麼會找回來呢? 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他們嗅覺特別敏感。 第二種說法,他們看星象。 從這個所謂星象, 他們知道說他們家原來在哪裡。 結果他們油,很奮力的油, 在他們的身體上也變顏色。 成語是銀白色。 開始變紅色。 一直油,油到快到家。 開始呢,配對。 配對。 然後呢,一路上, 就開始用它兩個小翅膀。 就撥那個沙,撥成一個小坑一個小坑。 母的呢,就產顱。 公的呢,就射金。 然後呢,是又趕快給它遮蓋起來。 然後保護著,都不准別人, 不准別的魚內,親近它的, 所謂的它的, 生育的這個小巢。 他們在這個附近, 一直這樣子, 一對一對的都這樣做的同樣工作。 油油,一直就到他們家的這個附近。 原來所謂家,就是原來的地方。 最後,公的跟母的, 都這樣子,精疲力盡。 然後結束生命。 我看了這些場景, 看了這些背景資料, 特別感動的是, 生的奧秘。 事實上, 這種生的奧秘, 就讓我們更覺得, 命的修為是多麼的重要。 所以我覺得跟事物在一起, 常常會在有形無形當中呢, 就會體會到呢, 每一個人都多麼重要的, 不管是內修,是外形。 通常我們對一個人, 或者對一個團體, 一個機關, 我們對一個所謂形象的, 塑造的概念。 形象的塑造, 涉及到三個系統。 一個系統, 就看它的理念。 一個是看我們視覺, 我們怎麼看, 第三個看它怎麼表現。 後面兩者, 視覺跟行為, 這可以偽裝。 尤其這很多地方, 可以短時間更可以偽裝。 作假, 不誠實。 但是那個理念, 通常來說, 它是相當一致性的。 所以事實上, 我們並不是對於很多社會的事件, 我們都了解。 根據研究呢, 是所有的, 對社會事件, 能夠提出的是, 預判。 提出的洞察, 領悟的人, 通常來說, 我們都稱之為, 所謂的宣知者。 換句話說, 對於整個社會, 我們都有憂心。 這我們會覺得, 應該怎麼來做。 所以事實上, 我想我們, 師傅所帶領我們大家的, 尤其是, 所謂的長長久久, 不管是五百年, 是多少年。 我早上也跟師傅報告, 跟他田立維, 上次說, 有一點監工, 有一點小受傷, 跟他慰問。 我說看, 台中道場的那個建築, 剛才師傅也提到了, 那麼樣的堅固, 過去因為行政上的關係, 我也常常在蓋房子, 才能看房子。 蓋得這麼樣的堅固, 蓋得這麼雄偉, 蓋得這麼有那個感覺, 是非常非常的難得。 而且他是寄望於整個, 未來很長遠。 所以我想, 師傅已經跟各位都提到, 將來我們希望, 在南天文化院, 有幾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希望, 得到各位的, 支持協助一起來做。 師傅所一在交代的, 就是養玄細財。 我想, 那樣, 閒不閒, 財不財, 都是相對的。 很抱歉, 我對, 剛剛姚院長所談的東西呢, 有些地方我也不太, 一樣的見解。 我是一個相對論者, 我不是一個絕對論者。 各位都是相對的閒, 相對的財。 我們也相對的不閒不財。 所以我想, 假如我們都從優點來看, 每個人都是能者。 所以我覺得, 我們將來這個地方, 是會在交代的, 哪怕是所謂的, 市容工商, 販夫走足。 他如果有智慧的東西, 這個智慧不同於所謂的知識。 知識可以累積, 我們智慧呢可以, 一定要相當的, 所謂的程度。 如果說有, 剛剛一代所提到社會學。 社會學裡頭特別強調, 文化, 就是人類, 以我們的空間做基礎。 我們在這裡互動, 所創造發明, 累積, 傳授出來的所有的東西, 都是我們的文化內容。 所以文化通常, 有它的累積性, 就是它傳下來的, 我們現在還在傳五千年, 幾千年的東西, 都沒有斷掉, 還是傳下來的。 我們到福西廟, 福西廟上面掛著, 文明起照, 四個字, 我最欣賞。 它不在講文化而已, 一、二、三、四這些數字。 但是數字怎麼能夠把它成為學問? 數字怎麼能夠把它成為, 不管說你怎麼樣的去算它, 變成為, 救國救命的東西, 那就是所謂的智慧。 那, 所以文化, 隨時隨地都有。 有。 剛才我們六屆廖師兄, 特別提到, 說上次在外頭有一點小瑕疵。 我想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幽默, 也是一個很大的自我解嘲, 也是一個很好的自我教育的方式。 讓師傅呢, 也是馬民轉倒灰。 那代表說我們的, 大家呢, 取用一個東西, 我們那個方式, 被人家認為說不太妥當。 比如我們到哪裡去吃飯? 上次我們到谷坑吃飯。 也一樣的, 有一種不太好的, 就是有人一開始拿太多, 後面人就沒東西拿。 大家有時候開始抱怨。 我前兩年同樣來這裡, 一進來的時候我照規矩, 照規矩呢, 走在走線上要等著左轉。 可是旁邊的車都給我刷了, 刷了都給我超車。 超車變成我不能過。 我在這裡要停一個位置, 我讓一個師姐呢, 我覺得他的動作比較慢一點, 那我就刻意呢, 是讓他呢, 好好的停。 就沒想到, 我原來要停一個位置。 被一對師兄師姐呢, 他們開的車呢, 也沒有比我更好, 差不多而已。 結果呢, 他呢,覺得他很偉大。 他就把那個位置, 就都不管我, 我跟黃先生兩個在, 他站在旁邊, 我在這裡等他, 等位置, 他就刷了就進去。 連一個照護都沒有, 車沒開,人走了, 就走進來這裡。 我就覺得, 這個就是開車文化。 開車文化, 我們可以更高級一點, 那就文明。 所以呢, 是所謂的文明。 啟照呢, 啟啟笛。 照就是, 應該我們要照發, 讓它發生。 所以將來這個文化宴, 應該呢, 是說把我們的文明的東西, 應該是我們要稍微過濾一下。 一般性的, 坦白說, 我們在十個道場也裝不了。 因為人家的圖書館是多大。 所以我們也是要稍微, 稍微趨隔一下。 那這樣趨隔呢, 是有一個, 就是師父的華寶。 一個是我們學術界有關於 《易經風水》的研究著作。 另外就是我們很多, 所謂的遺嫌, 包括各位在內的著作, 我們可以把它收錄在這。 第二件事情, 我們希望能夠很快來做的, 就是把師父的這個法寶, 能夠很快的來發行到, 尤其是我們華人世界, 大陸。 讓大家能夠更多接觸, 更多接觸一則, 可以減少這個誤判、誤差。 那甚至於說, 不會造成不同的, 師父剛剛講的, 是很客氣, 大家給鼓勵。 在事實上來的時候, 有的時候是一種誤會。 那我們如何能夠讓更多人, 能夠接受到這個東西, 而減少這個誤會。 同時呢, 是我們很希望, 將來能夠, 各位都是在這個階段, 我們希望, 將來能夠把我們的法寶能夠傳到, 我們的法能夠傳到, 不要斷層到稍微下一代。 所以大專院校, 青年, 將來是不是有機會, 能夠藉著各位大家的協助合作, 也都能夠共同來推動。 一個組織,一個團體, 衡量它的, 有幾個重要的指標。 通常我們把它叫做PPCC。 第一個P呢, 就是personality, 他的這個所謂的品質很好, 人格特質很好。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 似乎一直在要我們, 我們大家要修得更好。 我記得在台大醫院, 有一次我看到有一個人, 很高明的做一件事。 那就是在他的, 他是掛號結帳那個門口, 他的醫院向來是, 人多得不得了, 經常是, 永來永在, 結果他上頭掛了一個, 有理不一定大聲。 所以他每次呢是在, 有人在跟他抱怨, 他呢就, 手指頭出來給他看一看。 那對方呢就, 就客氣了。 我想這個代表什麼, 我們一個, 我們就中門, 有我們核心的特質。 剛剛師傅講的誠信。 大家積極努力。 有一個所謂的, 奮鬥的人生觀, 為民為士的一個人生觀。 我想這個是我們可能, 將來在我們, 這個中門裡頭, 我們希望是能夠來更, 大力的弘揚。 第二個, P呢是代表, 參與, participation, 我們每個人要參與。 所以不能做所謂的, 旁觀者。 另外一個, C呢是所謂的, Carling, 就是關心。 我想師傅再告訴我們, 事實上, 師傅已經關心我們更多了。 已經夠多了。 所以我們大家彼此呢, 要更加的, 體諒更加的關心。 第四個C呢, 就所謂的Culture, 就是文化。 所以我們一個團體, 就一定有我們的文化的核心。 我們的文化核心, 是知行合一。 不只是說我們知, 而且我們要行。 這個行, 就所謂善行。 我們不但有政見, 有所謂的善念, 我們更有所謂的善行善德。 我們很希望, 將來這個文化院呢, 能夠, 秉尊的剛剛師傅所, 跟各位提示的, 我們來做一些努力。 我本來以為, 我也為國家社會做了一些事情。 可以呢, 是告老還鄉, 可以休息。 那, 一直呢, 是希望, 過了一個很悠哉的, 很沒有負擔的這個生活。 那師傅呢, 一直說, 緣分到了, 緣分到了。 那我想, 我今天, 很高興, 也很榮幸, 能夠接受, 師傅給我這個任務。 也請各位大家, 多多指教, 阿彌陀佛。 好, 告老,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